3月11日凌晨3点,在福建省泉州市新家酒店楼体坍塌事故现场,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。 此时,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80个小时,还有9人被埋废墟,救援工作依然没有松懈。 当晚,中心社记者也在现场通宵守候,盼望奇迹出现。 凌晨的救援现场灯火通明,各方救援力量接力上前,大型机械进入坍塌的废墟中展开立体的清理作业。 在现场外围的空地上,来自泉州南安峡美镇四皇村的黄高乐正和聪明们忙碌着准备菜品,一伙他们要煮点热腾腾的宵夜,供救援人员们冲击驱寒。 中餐,晚餐,早餐这是必定的,但是我们现在说等一下到三四点,我们还有消夜,就是现在的鸭仔粥,还有等一下这些西饭,都是要给他们,提供给他们获钱的保障。 黄高乐告诉记者,村中的热心村民们自发买来了米、面、粮油和菜,前来帮忙。 在这个点,我们义务的,还有自发的,给他们那个提供获钱保障,让他们专心的在前线,为了那个里面那个被困的年,去争取时间,把他们救出来。 黄顺熙是四美村的一名厨师,从七日晚间事故发生开始,他就和村中的热心村民们在现场外围的空地上搭起帐篷, 支起了大锅,24小时轮帮供应餐点。 在消防队里都比我们还辛苦,我们只抽一点微薄的力,不是做了很多,我们还喜欢更多多做一点。 都是做一些我们全做的特色吗? 都是全做我们的特色,面线糊啦,米粉啦,卤面啦,鸭子粥啦,只做这些特色的。 黄狱五旬的卢长链是一名热心工艺的志愿者,虽然已是深夜,但是他和同伴们一直都在现场监视。 7日晚上我们就到今天已经我们坚持24小时轮帮在这里,那包括他那边我们也是晚上我们灯光志愿者,我们自己那里有那些配料我们自己组给这些官兵,然后我们又每天送去,包括他们睡在地上我们也拿被子给他们盖上。 此外,现场还有很多爱心人士在坚守着,每当有救援人员经过,他们就热情地招呼着,并免费送上补给。 从11日凌晨4点43分开始,现场陆陆续续发现8名遇难者。 截至记者11日中午1点发稿,距离酒店坦塌事故发生已经近90个小时,现场收救出受困人员70人,其中死亡28人,正在收救的还有一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